这是体坛瞭望的第三篇原创众所周知,体坛是很容易出美女的,主要原因还是在于,通过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,无论是体型的塑造还是气质的彰显,经过大赛的磨练之后,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女性运动员往往都自带光环,这是大多数普通女性甚至是当红女明星都无法具备的。 今天,小编精挑中国体坛十大美人,供大家品评一番排名分先后,第十位,张长宁,慧若琪,排球,上榜里游,大长腿的胜利,冠军身份加持慧若琪,1991年3月4日出生于,身高192米的他,有着超模气质,他拥有云穿的身材,娇小的面庞,美丽的容貌,成为新生带众多球迷追捧的偶像。 张长宁,1995年11月6日出生于,身高195厘米,私职主攻,身在排球世家。 这两人并列第十,容貌和气质平分秋色,处在一个团队,都有双逆天大长腿,还有那张巴掌大的小脸上的美金木秀,无需浓妆艳抹,就能弥倒一片了。 相对而言,则傲是个大难题,太高了。 第九位,何文娜,蹦床,上榜理由,迷人眼神,动人的身材。 何文娜,中国女子蹦床运动员,被称为蹦床公主。 在08年,北京奥运会女子蹦床比赛中,夺得中国蹦床史上首枚金牌。 许多人说何文娜,有点对眼,但恰恰是搭配其精致的五官,而更加彰显了眼神的迷离。 与众不同,而在众多女性运动员中脱颖而出。 第八位,赵爽,篮球,上榜理由,率阵自然,力量与美的完全结合。 网上评价,赵爽身材高挑,容貌俊美,素颜时恰如何恩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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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人心旷神怡,略是粉黛,又颜如白玉,不看身子, 极致夸张如晒伤妆,烈焰红唇时,也是别具郁味,正所谓浓妆淡魔总相宜。 赵爽打球具有突破犀利,防守积极,作风顽强的特点,但是她也酷爱搞怪卖萌,形象非常亮丽可爱。 第七位,赵丽娜,足球,请点击此处输入图片,描述上榜理由。 活力四射的铿枪玫瑰赵丽娜,1991年出生于上海,女子足球运动员,私职门将。 2016年,赵丽娜作为中国队主力门将,参加里乐奥运赛,驻中国队获得里乐奥运会参赛资格。 其面容娇好,身材匀称,身高1米82,拥有绝佳的身材条件,不但高还有足够的实力,更被称为最美门将。 第六位,刘湘,游泳,上榜理由。 清纯的如同林家小妹,1996年9月1日,刘湘出生于生于广东省广州市的一个体育世家,父母曾为篮球运动员。 而刘湘此前叫做刘嘉兴,想学二年级时,改为刘湘。 2015年,戴上的一举夺魁,让面容娇好,长发飘飘,笑容灿烂,身材高挑的刘湘,一下子进入大众的视野。 一时间,他发在微博上的照片,在网络广为流传,他也被称为何恩,中国游泳新女神何恩,第五位,李子军,花样滑冰,上榜理由。 花样滑冰已经够赏心悦目,然而仍更美李子军,1996年生于长川,花样滑冰运动员,被称为中国的金颜儿。 2014年,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。 第四位,郭晶晶,跳水,上榜理由,豪门都嫁进去了,除了实力,美当然也是主要原因。 郭晶晶,1981年10月15日生于河北,前中国队运动员,大运会冠军。 在以搜为美的今天,风鱼之美更显不同。 第三位,何泽,跳水,上榜理由,前天刚刚宣布退役,让我们记住他。 何泽,运动员,奥运冠军。 2017年7月25日,何泽宣布告别跳水事业,并表示已经怀孕。 我们经历了他一步步的成长,从当初那个青涩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,并在16年里约奥运上的动人求婚场面。 告别跳水,迎接新的身份,祝福你。 第二位,张豆豆,艺术体操,上榜理由,这应该是很多人初恋的模样吧。 张豆豆,1996,生于山西省泰原市,中国艺术体操运动员,凭借清纯可人的素颜, 被观众封为艺术体操女神。 她素颜出现在大众面前,可以使人眼前一亮。 在多了浓妆艳抹的性感美女后,素颜的豆豆才让大家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美女,因此有体操女神之称。 第一位,燕子,网球,上榜理由,小家必运行,却拥有巨大能量。 其实真实理由是,小变太喜欢她了。 燕子,中国优秀女子网球运动员。 燕子的职业生涯,创造了中国网谈的诸多传奇。 如她和搭档,成为中国第一队,获得大满贯女双冠军的组合。 也是中国女子双打,第一队进入年中总决赛的组合。 她的职业生涯,共捧得17座WTA双打冠军奖杯。 单打方面,也获得过2005年,广州公开赛冠军。 职业生涯单打,最高排名40位。 2009年12月与富商结婚。 2011年5月怀孕,并退役代产。 2012年1月17日生一女。 2012年8月28日,正式宣布付出。 祝福燕子。